嗨 我是MV大熊Machbear 等一下喔 OK 小白就定位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是大熊在 木棉花的動漫的 官網上面呢 它當時有什麼動漫記 七七折嗎 七八折?七九折? 算了,反正就是有折扣的時候 下定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哪些東西吧 首先呢 一打開的就是 貓好好 快融化了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他是 飲料杯套 其實大熊已經有一個了,這是買第二個 這個東西很實用 然後大熊常常帶出門 前面有幾次呢把它弄掉 後來想說如果再弄掉的話一定會心碎 所以呢就跟 小白的包包一樣 買了第二個 等到第一個不見的時候我還有第二個可以用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呢是 拿神的小提包 可以像是 日本光奇點這樣拿著 可不可愛 然後還有這個 哇 這個呢有點失策 它是一個桌墊 嗯 大熊以為說是像那種 寶可夢啊 或者是玩那個卡牌用的那種 軟軟的 然後背後是那種子滑墊的那種 就是像滑鼠墊一樣的質感 結果不對 它是硬塑膠 它有點像是國中或國小在使用 就是桌子上墊著 然後吃便當那種餐墊 有點失望 不過 鬼燈好好看 然後小白超可愛 啊 戒指醬也很不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呢 最後一樣啦 這樣呢就是 鬼燈的 安寶肉 不知道 看起來很不實用 可是 就是想要嗎 有鬼燈的東西就是想要嗎 之前大熊的朋友 有送給大熊 就是 這樣子 各一個 各一個而已喔 大熊另外拿那種 塑膠的套子把它裝起來收藏著 然後想說 YouTube傑 不買可以嗎 就下標了 買 總比不買後悔好 總有一天我會找到它的用處 或許是等大熊結婚的那一天 之類的啊 呵呵呵 目前的東西呢 就大概這幾樣 很少吧 其實 好像也沒什麼好講的 呵呵呵 呵呵呵 只是一個 大熊收藏品的打開而已 呵呵呵 算了啦 反正大熊每次開箱 都是這麼超沒意義的東西 我們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 這個也是大熊 就是 覺得很可愛 可是又有點怕說 買了會後悔的袋子 因為小白這個做的這麼可愛這麼好用對不對 大家也都很喜歡小白吧 大熊超愛小白的 超可愛 每天到出門我都是帶著他 現在很髒 現在你們帶後面看起來很乾淨對不對 其他長寶 Durty 他是小白 這就是我的帽號的將啦 糟糕我最討厭的設計來 為什麼每一次 這種包包一定要做 裡面是這種磁吸式的 磁吸式的爛你們知不知道 這種磁吸式的每次都這樣扣起來 拉開扣起來 拉開扣起來 過沒多久 他裡面就會爆裂 真討厭那種設計 該死 它為什麼一長一短 它是兩條短的 然後該死的那個磁吸又扣起來 然後兩條長的 那你可以做這種 斜杯 側 側杯 然後也可以做成這種 體帶 可以做一種就好了嗎 這樣超沒意義的 因為有時候不能拉錯邊 就一長一短 像執掌一樣 反正是滿好好的就很喜歡 不過我還有一點要提就是 為什麼 你不中間再做一層 我這樣東西一裝進去 你看 連掉牌都看到顏色了 我寧可你一個賣450 多一層給我好不好 我想要把 貓好好這一層 純白的 純白的 帶出門也可以展示給別人看 就純白的 OK 可是呢 迫不得已 因為它是貓好好 我還是得買 不行耶 這樣超奇怪的 好不適合擺喔 那這個大熊就 裝回袋子裡面 然後放上那個防潮袋 然後收起來好了 就是收藏 總有一天大熊應該會拿出來用 或者是什麼去台北啊 或者是大熊結婚的時候 對反正就是 總有一天會拿出來用 小白都補一下好 小白你看這個是 厚的耶 你用我放了什麼 手機 switch 之類的 它可以幫你防護耶 然後它 還超厚的 超好塞東西的 現在好髒喔 OMG 大熊都會在裡面塞超多東西 超好放耶 而且它又這樣子 提著就可以走了 超方便的 而且顏色超美 大家如果想要快點去買 一個好像四百多塊的樣子 一定要買喔 這超棒的 而且它超厚 超不容易壞的 明天要洗的 好臭 結論就是呢 大熊這一次呢 就是買了這些東西 目前最喜歡的可能就是 這個墊子 還有這個 提燈 因為大熊可以裝一些小物啊 像是什麼 攝影燈 或者是 線材之類的 反正就是 鬼燈的東西 買 買爆 對 開箱就到這邊囉 那 如果喜歡大熊的影片 的話請幫大熊訂閱 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最近大熊 可能有點比較 找回自己的感覺了 所以能夠比較 自然自在的 對著鏡頭講話 那希望大熊之後也可以 這樣一直 一直這樣講 可能是因為直播的關係 讓大熊比較習慣鏡頭了吧 對沒有錯 那 如果喜歡大熊的影片 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那如果想對大熊說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想跟大熊聊聊天的 都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 什麼事情想 直接跟大熊私訊的話 歡迎到 粉絲專頁 雖然說大熊 沒有什麼在那邊發文 那不管怎樣 你只要在那邊發文 你只要在那邊傳訊息給我 我應該都回你的啦 大概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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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嗨 嗨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